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警方征讯 若昂的检心男子被移送金融地检署 我们查棋的过程中 他没有在跟亲友或是任何人做一个接触 所以他就是一个无家者的一个特性 居无定所 所以就是四处走 那因为身上没有钱 所以会去想要打工来营生 这个案件是医院在近快超过五个小时后才通报我们警方 有关检心男子涉及脱逃罪部分 机融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中 检察官并会厘清完整的脱逃经过及脱逃动机 过程中若发现有人为涉及故意或帮助脱逃 本署议会全力侦办处理 逃亡四天终于落网 针对外界质疑 金融市追气嫌犯动作太慢 市长借过良坦诚 会将这次的案例当作宝贵的经验 我们认为医院的通报有速度缓慢的问题 那这一点我们感到抱歉也交代了卫生局要把所有的事实调查清楚 在本周末要来说明并且把相关的惩处要来这个跟社会外界来公布 那第二点也有人谈到这个警方办案的问题 那我在这边会继续跟警方大家一起努力来检讨一些办案的一些细节跟流程 那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金融市的警察团队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嫌犯尽快的找出来 那我觉得在社会沟通的方面呢 他们感觉做的并不是那么的及时 可是他们是很努力希望能够把人犯尽快抓到 那未来在兼顾讯息透明以及这个办案需要这个中间 我还是希望金融市警察局未来能够把他们的办案的一个情况 更迅速更透明的来跟社会大众随时来进行做一个报告 而有关金融的监视器妥善率是否影响到警方办案 市长谢国良也提出说明 在市政说明会每一次都有提到 我们的监视器已经超过10 警方的监视器已经超过10年没有更换 在我上任前有一个所谓的五年更换计划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第一批五年的更换计划 反而是到112年的4月才正式的开始 所以我上任以后也感无奈 因此就提出了这个所谓的3500元的这个 李林监视器的一个补助计划 就是我们会全额的补助监视器 但是需要申请的店家跟民宅来负担WiFi及电费 每个月电费约是30元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范围内 一直都很努力的来推动这些监视器的一个更加的妥善 不论是从警方的建制或者是民间的补助 目前我去个里去探视而且询问的时候 每一里都已经有申请了二三十支以上的民间的一个监视器的补助 所以我继续的鼓励他们 一方面在等警方冗藏的一个建制 一方面民间有需要政府就来补助来建制监视器 谢伯良强调 简性男子拖逃案 三个县市的警察局相当重视 也密切保持联络 所幸在三个县市齐力合作 将他追气到案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导 鸡龙市八斗子渔港渔船停泊位置严重不足 让渔民们以及鸡龙区渔会都很困扰 我们八道是北部尚中的渔港 所以南方的陪伯 他说南部的船都来外来吃 所以八道这个船很重要 就是一身的渔头 整天都要做得过 鸡龙区渔会一些停泊位的问题 我们要增建一个 土体码头来增加那个船需会 因为现在外来船只太多 所以我们船需会不够 虽然鸡龙区渔会早在八年前就提出 增建八斗子渔港土体码头的建议 不过八年来音讯全无 因此向立委林佩祥陈勤 林佩祥特地邀请渔岳署长张志胜 市政府产发处长林鼎超等人 到鸡龙区渔会听取渔民和渔会的新声 渔岳署也表示 将在三个月内研议新的土体码头的位置 立委林佩祥泽表示 可以给渔岳署四个月研议新建土体码头的时间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 渔岳署表示一切顺利的话 预计2026年就可以完成 如果说一切顺利 有没有可能在2026年的工工 工 工 对 2026 我们机会 2026 2026可以啊 2026可以 今年是2024 对 2024 2024 这一切都要很顺利 对 我也会 除非天气问题 不然如果人为上面 我会帮忙 我们记得把这件事拿出来讲 我如果这件事情我既然敢提 我就会进去地方吧 后年 能够顺利的话 我们八斗子会有个新的土体码头 这个土体码头的建造跟必要性是因为说 在台风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渔民 因为我们土体码头驳位不足 所以红胎来也席尊 很多时候船只会受到损害 那有一个多一个土体码头的话 会帮我们的八斗子渔岗多了不少驳位 而且平时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外星式的船 会停靠在我们八斗子渔岗 所以佩祥今天跟我们渔会的理事长 跟我们渔业署署长 大家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 我们会尽快来去在八斗子 再多建造一座新的土体码头 虽然过去八年我们没有机会 这个工程是被延淡了 不管什么原因被延淡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基隆 我们中央跟地方都会一直一起努力 佩祥会跟市政府 跟渔业署 跟渔会 尽全力合作去加速 帮我们渔民保住我们的财产安全 让这个土体码头尽快 在我们八斗子渔岗能够出现 新的土体码头位置 预计将建在原有土体码头平行的地方 长度会在100到150公尺之间 基隆区渔会和渔民代表 都非常感谢立委林佩祥的帮忙 希望土体码头早日新建完成 解决渔船停泊位不足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不小心露出手臂上大块淤青的情况 大家都很关心 在基隆区渔会召开会议 为基隆渔民们争取新建八斗子 渔岗新的土体码头的立委林佩祥指出 这是这几天来 在立法院拼国会改革法案通过时 留下来大大小小的伤痕 自己的身体没有大碍 也不会怪罪不同党派立委的同事 那个时候礼拜五的时候整片红红的 然后结果现在越来越出来 希望明天不要再多一些 可是要再多一些 那也没办法 这边整片都是 然后其实这边也有 其实是被蔡玉宇还是往方美为党吗 他们不太 其实我觉得老实讲 我必须帮蔡委员讲 其实蔡委员没有想要打 他只想把我拉开 他是因为我挡在前面 我就中间那个挡在前面 他们人要进来 那我们人已经大部分都进去了 他把我拉开他们人才进得来 那如果 而且老实讲 如果说他真的要怎么样 他们可能会 我倒在地上他们应该来围有我 但是他没有的话 我觉得不会 不是帮他们讲话 他们这样做还是错的 但是我老实讲 我不会觉得 我不会特别对蔡玉宇委员特别神奇 毕竟他有他的难处 因为那个时候那一个画面 大家看到我整个把全部人全部挡住 那刚好我在中间 那如果我不去 他如果不把我拉开 他们二十几个人全部进不来 所以如果是我 我也会从后面把他拉开 所以我不会特别怪他 他后面如果踩我一脚 打我一拳的话 那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 但是他没有嘛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林佩祥强调在立法院拼搏和他给一般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但是为了拼国会改革法案赶快通过 牺牲一点形象是值得的 因为通过改革法案就可以依法监督政府做过哪些奇奇怪怪的决策 以及曾经说过前建国造可以为基隆市创造一万个工作机会的承诺到哪里去了 还好啦 不确战也不必战 但是我会认为说 我做的一切 不管是在镜头前面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狼狈也好 还是怎么样让人家觉得吃亏也好 只要能够让我们的意识运作能够顺利 让国会改革无法能够赶快的能够通过 帮我们的立法院多得到一些国会听政权夺会监督权 让我们的立法院真正不是变成过去的立法局 而是变成未来中华民国的国会 我觉得吃点苦 然后帮我们民众多要一点权益 让我们民众 我们代表民意代表 很多时候我们民意代表会问说 为什么你们不去查说高端疫苗啦 那个蛋 那个鸡蛋的案子啦 甚至是说我们基隆听说会有一万个工作机会 在这个和平岛 说潜见国造 我们基隆会有工作机会 那为什么都没来 这些案子我们去问他们就 官媒员可以很敷衍的回答 不管是在议事殿堂上面 还是说在跟我们说面报告上面 但是现在经过如果国会无法过一过 佩祥一定我自己个人很想查这一万个工作机会 这潜见国造到底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在基隆 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好好的把这些我们所本来想要 应该要知道 也想要知道的 不应该算机密 而是讯息 让他们在阳光之下 提供给民众前面 这是为什么佩祥会在国会 可能跟我一般的形象不太符合 但是我觉得 为了这件事情牺牲点形象 我觉得是我一个基隆人该做的事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包括画色绿色斑马线里让行人优先通行 在重要路口推动行人专用时项 让人油和车流分流等等 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是谢国梁市长上任后指示交通处和警察局等相关单位 积极推动的最重要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上下学安全过马路的重视 经过一年多的宣导推动之后 确实发挥成效 也在基隆市议会受到议员们的肯定 在这里还是要先肯定就是交通处这一年将近一年五个月的时间 针对这个友善行人整个推动推行以来 我想在这个交通问题包括这个行人的一个权益 的一个就是说显著的改善 我想在这一块绿色斑马线也获得全国人民的一个肯定 那这一点绝对是做好一定要肯定你 也给你力量 真的是推行的蛮好的 那首先要感谢我们交通处及警察局的同仁 在一开始的辛苦跟努力 那现在其实我们很多 其实本席经过很多路口 其实都非常有效的感受到 就是其实真的 现在以前基隆其实在路口处 其实车子它大部分都不会力量行人 那现在这个政策推行之后 其实你在各大路口 或是说要去学校的路上 其实你看到每个路口只要有行人过 大部分的车辆都会停下来 然后以双簧灯示意 那其实这个政策是非常好 那我们希望可以继续推行 那也经过各个学校的家长投票表决意见 那感谢交通处在七度火车站后站 化设了行人专用实项 让上下课的时间 人车可以完全分离 提升路口的安全 我想这是让所有常新国小 明德国中还有机商的家长是非常有感的事情 那之前本席也有与处长来讨论明德一路 也有相同的问题发生 新人走完因为秒速的不足 所以换汽机车卡在左转右转区 再次停红灯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左右转 那这个人车针道的问题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入口更加的顺畅 这个行人绿灯早开始向这个时间 让行人先行通行以后 再来让我们车子通行 这个让我们开车的人 可以很清楚的人看到说有行人通行 而且我们真的还要是要继续在推动举手过马路 我真的我发现我过 我自己在过马路的时候 我会习惯性的来举举手 跟对面的车感谢一下 谢谢他来让我先过去 不过市议员也希望好 还要更好在兼顾交通顺畅的情形下 持续推动其他行人友善的配套措施 我们从细委处建立 把标线每一条路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干净明亮 不但感觉是干干净净的 也让我们行人的安全更提升 也提升整个城市的一个形象 包含暖江桥头到远路的这个路口的耗置 及标线的问题 总共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想想看的那个外侧车道 从地内方向要往高速公路的这个外侧车道的部分 那是在那个我们有谈论好吗 就是执行的时候要让右转车道 专用车道可以也可以执行 可以解决这个要上台北这个交通尖峰时刻的时候的用车问题 那这里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信义国中这个一个 算是一个三角一个回转道 然后它那里的那个地上的那个标线 长期以来我不知道之前是什么状况 那长期以来呢 就是东信路要回转到培德路的时候是非常有问题的 那培德路要去东信路的时候也是要往大圈 应该是要向右吧 这个北陵路跟环港街口 也就是环港街要往北陵路左右转的时候 左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没有视觉的障碍 可不可以再放下一张 下一张 对 再放一下好了 那但是向右的时候 它是被这个房子给遮住 对于议员们的鼓励和指教 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已经争取更多经费 将在不同路口 特别是没有红绿灯耗制的路口 来增设智慧型的警示措施 确保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杨副义座 杨副义长所关心的 绿斑马这个部分 我们会持续做一个推动 那有关 依照市路口的部分 交通部也持续请我们来做改善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 争取有将近 好像一千多万 针对依照市路口 每一个路口大概有争取到三十万 所以有将近有四十个路口 可以做一个改善 以及依照希望关心 是在依照市路口 无耗制的地方 能不能有智慧化 我们交通科 我们张志华 张科长也跟交通部争取了 也是将近有一千两百万 是在那个 无耗制路口的部分 去设置相关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警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要借用这一块 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25号张在南投登场 市长谢国良亲自授旗给基隆代表队 勤勉接下来的赛会中 期开得胜 上次的比赛的结果如何 大家在小岸爸爸心目中都是最棒的 大家放心 就是我们前往南投 来好好的 自己的一个情况 来做一个尽力的 努力的表现 然后回来我们再来好好的庆功 胜幅鼓励选手和教练争取家机 奖金第一名 由四万元提升到六万元 第二名两万元 提升到三万元 希望激励选手争取金牌的决心 我们基隆有几个强项 比如地板滚球 然后我们的 清藏的保龄球 有些强项 所以在市场的价值之下 我们竟然成绩可能会更好 而且我们基隆市场 在场上这一块 做得比国内县市更温馨 我们各区有各区建筑 专门为场上这些好朋友 熟得我们建筑 围棋围棋四天的运动赛事 基隆代表队总计有181人代表参赛 将参加10个竞赛项目 包括田径 游泳 羽球 捉球等 市场借国粮期许 希望能够突破 171年五千八零七筒的成績 一年的全國生性障礙運動會 在南投舉行 我們健康室有181名的選手參加 然後總共有10項的一個比賽 那這個非常非常難得 就是因為這些朋友們都不是非常方便 但是都願意出來一起運動 那今年的全藏運 我們副市長也親自接聖火 然後市長也親自為大家授期 而且我們今年獎勵金也提高 都顯示我們健康室政府 對身心障礙朋友的一個照顧 在這個比賽呢 我們希望我們的所有朋友們 不管是身心障礙的好朋友 都能夠走出戶外 然後來健康運動 跟正常的朋友一樣 可以一起運動 那相關的參賽的車資啊 住宿啊 補助 我們小野爸爸市長這邊 都非常的支持 都可以補助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走出戶外 然後可以多多運動 受期典禮特別邀請了 金融市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主委 吳正義 立委林佩祥秘珠 特別致政嘉蔡金 期許選手能夠發揮最好表現 為金融市爭光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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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梅雨季不用出门 在家也可以轻松脚 113年房屋税开征 一化缴纳 超改例 Are you going home? I'm heading for the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to file my tax returns You can file your tax returns with your mobile phone now Login to the e-filing webpage and then verify your ID Review the estimated tax sheet or switch to the edit mode if needed Confirm the tax amount You can pay taxes online or over the counter Tax filing completed Attachments uploaded by tipping photos Saves you a trip to the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Mobile phone tax filing services will amaze you 今天就到這裡 我要來去報税了 報税不用出問哦 各種的人情方式有載你賬 可以用幫助行佈 不可以用本人的手機欲買行佈哦 甚至眾 另外保愛的教育又更厲害哦 而且富家還可以在這裡團結在幫樓上頭哦 另外 去年末十八歲有收你買人 今年也會選擇自己申報哦 都安定情方式的載你賬 報税不用走三關 哇 對面那座山也太有型了吧 真的耶 閃電通訪行耶 他們如果沒有先向政府申請就開挖 被天眼照到就慘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衛星 衛星可以拍到的範圍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個月還回傳好幾次照片啊 任何人看到山坡地疑似違規都可以主動通報 基隆市山坡地疑似開挖整地 請通報 022423339 運用軟體 籌名字 上台挑戰Junga 外師Jordano全英語授課 A and Vick 你可以訓練書 OK Vick 去下課 搭配多元教材 讓學童能夠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學習英文 我覺得就是很有趣 然後呢 就是英文課有一些遊戲很好玩 很好玩 外語開始融入各科目 讓孩子有機會開口說英文 我們在Jungxing學校 我們有很多故事書 我們也有很多實習的英文 語討論 我們也有很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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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學生能夠有關於一些 和學習的關於一些關於一些關於 和學習的關於一些關於一些關於的 會的就會教不太懂的 然後讓小朋友 他們透過一整個學期的學習之後 整個課室的英語 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學生都越來越熟悉 那我們希望透過雙語學校的整個課程的推動 讓小朋友他們透過生活化的學習 也逐步讓自己的英語 能夠有更加深加廣的一個 學習的活動 學生有很多能力 他們很喜歡參與 每次我問一個問題 大家都會掌握自己的手 很開心 學校希望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 讓學生能夠在生活中 自然而然地學習英文 培養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我想要表達的就是我們原民班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運作方式 我們因為我們原民班 大概都是阿美族 但是有一些少數的同學 是悲男族、布農族 八斗高中原住民實驗教育班的同學 向師生和來賓導覽原民課程的特色 這個原民州活動由原民同學自己籌備 展現樂舞表演、編織工藝等各項成果 活動場地很有特色 學生和部落長輩共同搭建起的茅草屋 成了原民學生 學習和傳承部落文化的教育基地 一開始是我們這裡在地的 我們的騎老 一些大概有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嬤 帶著我們的 我們的第一屆的原民聲線 也就是等一下我們會上台的班 也講了我們第一屆的高山的學生 來一草一樣慢慢的蓋 剛開始我們的學生其實不太會蓋這個房子 那因為這個蓋房子這個實際上是 我們後來我們的原民實驗班以後 把一些課程改變以後 加入了原民的建築 包括文化方面 山海的採集 包括上山下海 因為山上跟海 都是我們阿美族的冰箱 他們是以大地還有海當他們的食物來源 然後他們也會在原區裡面種植 這個他們需要的一些菜 所以這個現在是原民的一個生活 我們把原民的在部落的一些生活 我們慢慢的就在這裡把它形成 所以一開始我們先蓋了這個叫集會所 我常常講說這個就是他們的專科教室 所以他們常常上課就在這裡 所以這些課程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學生 學習的一個成果 現場展示了多項原民同學的好手藝 有竹杯和杯墊 編織吊飾 木製盒等商品 並結合社區的族人長輩就地取材 烹飪美食 製作甜點 這個是牛奶冰糕 然後我們上面鋪的這個是月桃椰 這個是那個香蕉布朗尼 然後我們綁的那個也是使用月桃椰 然後上面這個是月桃花 下面鋪的也是月桃 因為我們這邊月桃比較多 所以我們很常拿它的元素來進行包裝 參與活動的市議員陳明健 相當肯定同學的用心 也建議市府未來能協助加以推廣 重點是你可以跟處長講說 如果原住民有重大的活動的時候 可以訂製這樣的一個甜點給來賓來 當紀念品這樣 不要老是都是麵包 可以跟處長講 像原住民的那個封面記 給貴賓的一些紀念品 可以用這種東西推廣原住民這種美食 覺得蠻不錯的 基隆都會型的原住民 能夠發展出在基隆在地的特色 把基隆的山跟海 基隆的港跟城 用在原住民的手工藝上面或者食物上面 推廣到全台灣各地跟海外 那原住民住有很多國際姐妹室 日後國際姐妹室來不只有原住民族的表演 樂舞表演以外 也能夠吃到或用到或者拿到原住民族 手工在地製造出來的相關的產品 然後也可以藉由這樣的機會來推廣介紹 八斗高中原民州的各項活動 展現豐碩的學習成果 也讓外界看到學校和原民實驗班 在推廣和傳承原住民文化的用心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次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 坐回來 都緊滿了 那就隨便緊好了 先生 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均車停泛合法騎柔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幾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盆栽 機車 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 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